字幕提供 各位各位大家好好久沒看 為什麼那麼久沒有新車視訊你是不是偷懶 沒有啦因為最近沒有什麼 就是新車的改動有點沒有到那麼大 你現在會挑選你覺得值得才要做就對了 對啊不然它的流量好像有點低 不會你要固定做大家才會固定鎖定我們頻道為了看新車 對吧各位觀眾你留言一下吧 我們再繼續做你看阿澤已經覺得沒有話題就不想做了 自行偷懶 好來看一下這個什麼跨界純電的MG4的上市發表會 好那這個下來看到主打色就是什麼 左邊是綠色的 上面銀石銷光銀石綠 跟這個叫做巴黎城 我想說這是我鏈局 我跟你講這盖MG4我有研究 銷光銀石綠是X什麼POWER XPOWER版的限定色對不對 比較高的規格 我鏈局 阿不是阿不要講我 巴黎城是旗艦版的限定色 也就是說我如果要買XPOWER 我不能我鏈局 對 好大概就這樣 好 阿這個綠色加一萬塊 綠色還加一萬 這個時候剛好贈品 來來來來 它也是綠色的 所以就是這個顏色一模一樣嗎 不太一樣 對我怎麼覺得這看起來比它深耶 不知道是不是色差 這個就是這次的贈品是不是 那這個有沒有SHOW GIRL 它前面有表演 但是沒有SHOW GIRL 前面是那種類似 啦啦隊你最愛的那種 不是 不是 欸 只要 只要上下下下 喔上下 就是上下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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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天堂 也太多人了 不太好拍 好 這個是MG4 頭燈蠻尖的 你看它中間的尖角 有沒有 有夠尖 而且它尖了還不夠 它還畫了線下來延伸 寶感還直接在眼瞼的部分又做延伸 韓國人畫眼尾 它是畫眼瞳 然後我看到這個後照鏡是黑的 我覺得它這個左右的這個氣霸還蠻好看的 這支寶感我覺得做還不錯 而且有白的喔 它有白黑灰三個顏色 所以它總共就是每一款有四種顏色 哇 在側面那邊好像我那個 我改CHR那種感覺 欸 可是這台是Xpower對不對 因為我看到 你知道我怎麼知道嗎 輪框 我覺得這輪框很像花瓣 有點Alpha Romeo的那種感覺 對啊 就很像花瓣 欸 舉卡鉗耶 啊 卡鉗是馬牌的對不對 馬牌會做卡鉗喔 對啊 為什麼 馬牌會做輪胎還會做卡鉗 我那個NMB的鞋底它也會做 哇 它什麼都會做呢 MG4Xpower 白色的啦 我們以前都買白的 這次要不要買綠的 綠的感覺還不錯 要信阿澤嗎 有啦 你有很盡力的再拍 偷偷放一點 冠儀耶齁 哇 你是不是挑戰的 啊 這個灰色的這個 喔 我看這個輪框 這個就是旗艦版的鋁圈啦 不過我覺得它這次有一個地方它蠻棒的 旗艦跟Xpower 價錢是不是有差 十幾萬對不對 差二十萬左右 但是它都是18吋 所以我就覺得說 它如果這個便宜的這個 退17吋我都覺得無可厚非 因為它不是領級的 不偷一下好笨喔 對不對 它就偷個一吋 啊 可是它一樣賣一樣價錢 啊 就多賺了不是嗎 別人怎麼弄的你知道嗎 對不對 一台車少一根螺絲 賣一萬台少一萬根螺絲耶 喔 對不對 數量大就有 對啊 人家上市上櫃對不對 啊 還見駕合作 人家這樣 欸 引擎蓋有一個凹進去喔 喔 這好像洗甘奶油台 那種EVO的那個 三代四代的那種感覺 剛剛不是翹起來嗎 這是凹進去嗎 欸 我記得好像EVO好像是凹下去的喔 EVO EVO是凹下去的 對對對 EVO是凹下去的喔 不要靠我喔 我記憶力算不太好 我可以回想一下 MG的logo做的蠻大的喔 而且它這個下巴也蠻好看的 有點造型然後畫一些斜線 是說這個因為電動車嘛 所以它前面也不需要水箱護照了 直接就封起來換成一個大的logo 側面還有這個銀色的 這應該是泰色的點綴吧 喔 來了 2024MG4 ELECTRONIC 正式售價EVO旗艦款99.9 XPOWER 118.9 還是目前算最便宜的啦 哇 這頭頂有1.2.3.4.5.6 油大至小 靈動之眼LED頭頂 喔 它是LED的喔 下方T型的經濟格柵為立體 T型雕塑 呈現上下對陣的四角 感覺像一個X 紅色的那樣子 你說眼睛的線下來 延伸到它的導感 眼睛的線 欸 真的耶 這是你發現還是他們講的 他們講的 哇 瞭解 我想說你觀察力這麼強 我覺得車頭看起來不錯 蠻有煞氣的 雖然它那個網子都是假的 沒有 它會進氣 有進氣有洞嗎 哪一個有洞 最下面啊 喔 正下方有洞 我說兩側那個 日行燈那邊應該是造型 好 屁股 這個屁股怎麼感覺 有點像Rub4那種 有點凸出來的立體感 有點BZ4X的 有一點那種感覺 腰線是蠻高的 對 腰線是蠻高的 它貫穿尾燈 喔 你看這個很立體耶 Logo這邊凹進去 欸 這上面這個也會亮喔 對 這麼帥喔 上面也有喔 它說這是十字弓造型 天鵝座 天鵝座是冰河 冰河是那個 他們師傅是水瓶座 你不知道啦 你年紀太小 好啦 反正就是什麼天鵝 標誌十字弓造型 喔 這尾翼喔 我想說什麼兩個耳朵在車頂耶 不過它這打開 你看這個紅色 這個天鵝座都看得到 這個還蠻特別的啦 而且中間還挖洞耶 這真的有空氣力學 我本來以為跟BZ4X一樣 可是其實看起來不一樣 因為它有樓空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洞 有這種空力套件的感覺 車頂使用黑色烤漆 沒有全體天窗配備 好 兩個款式都是沒有全體天窗配備 喔 它那個窗框還有電鍍 鋼琴烤漆 旗艦版的 A 柱 B 柱 C 柱都鋼琴烤漆 啊這個是 S-POWER 是亮面的 那個黑色的地方 我看到了 夏老流啦 S-POWER 有鋼琴烤漆 旗艦版是平光 防光材質 質感稍微多一點點 可是它這個旗艦款鋁圈近看不行耶 原來它這個銀色的框框 中間還有黑黑的東西耶 它是整個蓋起來的 對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電動車一定都要做蓋子 不好看 不過這個不錯喔 它側面就沒有做防挖了 對啊 因為防挖太多看起來會很廉價 還是這個 S-POWER 的好看 它沒有那個蓋子對不對 近看就不像花朵了 近看就比較像 五個特斯拉的標誌都在一起 哇 上面還有寫 S-POWER 卡鉗 而且卡鉗還做得平平的 好 內裝 雙服式方向盤平板 螢幕有點小 這樣影片上看起來好像不大 好啦 不過要省錢嘛 可能它就夠用 中間就是做一整條的 飾板跟出風口結合的 多功能鍵 然後還有加熱功能 方向盤有加熱喔 兩個都有嗎 兩個都有 不錯喔 前方七吋 可以分成三條去設定 還有跟車距離 終於用這個不是用棒子了 這個就是中央平板 你覺得刷起來還滑嗎 算蠻滑的 還算蠻滑的 我跟你講 現在丹尼看過的新車比我多了 他絕對有發表這個的權利 蠻滑順的啦 我自己覺得 蠻滑順 師誠陳華順 三永春派 師誠陳華順 萌法566 頭髮很滑順 轉盤式了 轉盤式 PRND 簡潔明瞭 OK 電子手擦車 有五線充電板 兩個等級的都有 都有 他們這個很敢給 下方還有一個 Type A USB 跟 Type C 欸 Type A 要不要連線你知道嗎 要喔 要有線 而且它只能用USB連 懸浮呢 下面就是剛好懸浮一個杯架 跟一個置物盒 我跟你講 電動車最棒就是 可以置物的東西最多 喔 它畫這個什麼 Ice grade 看起來像奶昔 杯架應該這個高度也蠻夠高 欸 有些杯架設計很北藍 像我這個水壺 一放棄就卡住 就是高度不夠啊 放進去以後就卡住了 像它這個高度如果設計高一點 就比較沒有問題 啊 換上去無燈 兩邊都沒燈 我跟你講 人家中間座很亮啦 直接按下去很像 整個都打亮了 不需要燈了 直接一按下去就可以 計程車找零錢有沒有 這麼亮的嗎 如果是我 我一定這樣說 我們畫上鏡不用燈 是因為我們中央的LED燈超亮 上面有一個眼鏡盒 唉唷 幾皮喔 很像幾皮對不對 我那時候拍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像幾皮 那不是嗎 喔 塑膠 那代表它把塑膠做得還不錯呢 然後EV旗艦版車型是用皮跟布 喔 中間是布 旁邊是皮 整個座椅 欸 還不錯 我是不排斥不一樣 駕駛座有六項電動 只有駕駛座 兩個版本都是駕駛座電動 對 副駕駛的東西 欸 有沒有拼錯 比如說它是阿卡納達之類的 阿卡納達是從加拿大嗎 沒有 我亂講的 就很像阿卡納達阿 不是喔 我是阿卡納達 後面一個 Type-A 而已喔 這個我就覺得不是很好看 對 它後面好像就突然挖出來 下面還有一個置物盒 西部 空間 手套 手套帶兩個都有 上面還有一個 那放手機的阿 地圖帶上面還有手機帶 也對很了 圍圖機 對啊 為什麼會圍圖機 地圖上有一個小掛鉤 喔 我喜歡這個掛鉤 它滿嚴肅機很方便喔 喔 你看這個懸浮的還不錯喔 還蠻好看的 利落 準單就好 電動車其實都蠻簡單 你不然特斯拉一個平板就搞定了 硬素膠 軟素膠你有碰嗎 硬素膠 你拍得還不錯 看起來還蠻有質感的 可能它光也打得好 光也打得好 光打得好 人算沒煩惱 容積363 64分離 都可以64分離 擴充到1165 欸 沒有平喔 有一點謝謝 來 動力規格 EV旗艦管 單馬達 後輪驅動 電池容量64千瓦小時 最大馬力2004HP 最大能力25.5KGW 0-100是7.9秒 需要旅程 N17E567 我們要強調單位 不要像都誤導人家不講單位 我1000塊給你買 日圓 你不能這樣子啊 然後如果是X-Power 就有雙馬達四輪驅動 然後64千瓦小時 一樣的電池 那高達435P的馬力 我幹 這扭力很可怕 61.2 這很大 以前AMG才有的 叫做這種6字頭的 太誇張了吧 然後0-100只要3.8秒 當然因為它雙馬達 然後馬力比較大 所以它的續航力 NEDC是491公里 這個充電的那個規格是什麼 你知道嗎 看起來是那個J1772 它應該兩個都有吧 我記得插頭應該兩個都有 CGS萬快充 J1772 對嘛 我剛剛看那個插頭 是J1772 沒錯啊 我為什麼看插頭 最近有在收電動車 對啊 最近有在買電動車都會注意好不好 所以它有一個J1772 一個就是這個CCS萬 跟我的保時捷是一樣的 S-Power版有什麼 有Lunch Control 彈射幾步呢 很夭壽啊 彈射會不會 本來100% 彈完剩43% 哈哈哈哈 怕是很猛不持久 對不對 續航力不夠也不行 我們到時候有機會再試一下 安全的部分 全車標配6G輔助器廊 跟MGPILOT 2.0 MGPILOT 2.0是比較新的系統 比起HS跟日野時那時候 是比較新的系統 世衛家的輔助器廊就有上面這邊 它是LV2的啦 就看上面 因為我剛剛看的那個介面 按的不一樣 介面也不太一樣 所以應該是有更新 就是更新版的 比起之前我們介紹過的 這個它的廣告 哇 哇 變色龍 Australia 喔對 它聽說這個MG在澳洲 也是賣得很好 對不對 UK UK是哪裡 英國 Coffee Coffee Germany 德國 等一下 要跑綠色地獄 喔 飛機起飛 飛機起飛 無限速高速公路 無限速 吃荤的也可以 不一定要吃素的 沒有限速的 什麼 土耳其 德國 英國也是最佳車款 澳洲也是最佳電動車 少一個台灣 以後會有嗎 不確定 不確定 最佳電動車 最佳電動車 台灣 欸來了 真的有 台灣來了 101 還動還動還動 我們常開 MG for all 電動車都這樣 我最近開電動車太多了 好不好 不錯啊 車型還OK 作為台灣第三款國產純電車 什麼意思第三款 就是台灣現在三個電動車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 0D 0D是第一個 再來是N7 再來是MG4 錢都被他們賺走 中華也是他們 那直接是他們的 MG是他們的 全部都被賺走 好 MG4有親民的價格 外觀內裝不錯 有充沛的性能 OK I know 就是續航差了一點 我跟你講 你說續航差我 我去研究了一下 差不多 差不多嗎 續航都差不多是這樣 我最近買那個UX 續航才200多而已 充寶電不到300 288 所以我這樣看一看 當然續航率有更高的 但都超貴 比如說BMW續航率 就算很高 數一數二高 賓士也還不錯 但是 其實大部分 100萬左右的電動車 其實差異 我覺得都不太大 你如果像那些韓國車 你買到160 180 甚至200 你才有更高的續航率 可能以目前現金的這個成本 跟它能賣的售價 那就大概換出來的續航率 可能就是這樣 可惜一點 我本來原本以為會更便宜一點點 不過它還是最便宜 其實不必要這樣 你簡單來講 就是 考試先不用考那麼高分 才有最佳進步 慢慢慢慢進步 對啊 有人頂在前面對不對 我已經是第一名了 我何必考那麼高 我贏第二名就好了 這個心態是對的嗎 不是啊 這是聰明人的做法 對不對 我一次頂天了 完了 我沒有退路了 一次弄到最便宜 你就退無可退 你就沒有退路了對不對 好啦 所以這個 的確是目前市面上 買得到最便宜 我那時候 幾年前 我就講了 我說如果有一天 一台電動車可以做到百萬內 哇 那就很恐怖 充電裝夠不夠 我相信一定會賣得很好 這個價錢 沒有對手 對啊 而且它還可以充慢充 快充都可以充 你家裡有插頭慢充可以充 110、120都可以插 還算滿方便的啦 如果像有一些 現在車主已經賣 那個PHEV的時候 它家已經有插頭 哦 對 它換這個就無痛 那在家插著 睡覺的時候插著就好了 萬眾矚目 大家期待的MG4 終於發表了 好不好 那訂單 我也不知道多少了 反正我用屁股想知道 應該也訂單爆表了 之後 有機會 小事在第一手 把車弄回來 搞回來 測試給大家看 那喜歡新車視訊 也記得 要不然阿澤 他只做重點 好不好 要記得留言 讓丹妮知道 他做是有人看的 下次見 掰掰